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诸位朋友们 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谈谈故事 中国历史悠久 我们一般长守五千年 而实际上 我认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决定超过五千年 五千年的说法 是因为有文字 大家都知道 文字是皇帝时候发明 皇帝以前没有文字 皇帝居里我们现在四千五百年 再向上去追溯 五百年前是神龙 神龙再上去 又是五百年 是佛系 八卦 相传是佛系化的 那么也可以说是 中国文字的起源 真正有文字 真正有文字 发明文字 是在皇帝的时代 这历史上有记载 那么我们知道 古印度婆罗门 这婆罗门教 它是宗教 就是现代的信度教 我跟他们也常常有往来 特别是在新加坡那一段时间 他们告诉我 他们传说 这个教育 创立到今天 至少有一万三千年的历史 所以我想 我们中国文明的起源 不会输过它 至少超过一万年前 没有文字 不能说没有文化 中国文化的根源 就是 武能 武常 四为 八德 这是谁发明的 实在来说 这四项东西 都是属于信德 老祖宗 传下来的 人心本善 以后 以后把它 用在三字经上 人之粗 心本善 善的标准是什么 实在讲 就是 伦常思维 伦常思维 这是善的 具体 心是明白了 所以 孔子 那个时代 社会 动乱了 像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差不多 我们今天是乱世 父子那个时候也是乱世 春秋战口 差不多将近五百年 五百年的动乱 我们满清亡国之后 到现在一百年 夫子在那个乱世 他非常惋惜 古圣仙仙所传的道 没人休息了 非常担心 怕失传了 叫斯文失传了 所以他周游略古 既然 祝侯都不能够用它 所以他老人家 退而 这退就退心了 不再求 做官的这个念头了 回到家乡去教学 于这些学生们 就是弟子 把古圣仙仙的道 讲清楚 讲明白 学生们记录下来 这有文字 用文字记录下来 流传于后世 所以 所以 孔子 善事书 定理 这就是 把古时候的典籍 做了有系统的整体 流传于后世 流传于后世 所以 中国的图书 你要是中国人 不懂科学 那你就错了 你看这些典籍 分类 编子 它有程序 大分 为经时自己 经时自己由来 早了 不是清朝高斯库全书 才用它 这个名称 由来已久 新秦时代 已经就形成了 经时自己 这个四门 所以 夫子真理的 这成为经学 六经 在中国图书末路里 一定是摆在最前面 行事出 夫子智学的 神圣的心态 他老人家的观念 是 恕而不作 幸而好苦 这两句话 在我们今天看起来 实在是了不起 孔子书 他们有创造 他们有发明 那么换句话 书 他所学的 他所修的 他所教给弟子的 以及传到后世的 是什么 全是古圣先行 留下来的教会 他只是把它整理 把它编辑 成为 有系统的 这些奠基 流传个后世 就后人 尊称他老人家为 大臣 至身 先死 这个大臣 他是急 过去 至少是 两千年以前 古圣先行的 大臣 就像现在讲的 会集一样 会集古圣先行的教会 这个功德 不可思议 我们 我们 祖宗留下来的 这些教会 父子是 幸而好苦 这个态度 了不起 现代的人 是走西方的路子 从小就将创造 要发明 夫子不是这个态度 中国 极千年 读书人 做学问 也没这个态度 这个态度 太傲慢了 太狂妄了 中国人 从小就学谦虚 学恭敬 能不能超过古人呢 说老实话 是超不过的 为什么 我们现在冷静去想一想 古时候人心是安静的 心是定的 现在人心是动的 佛法对这个特别有讲究 定 他生智慧 动 他生烦恼 烦恼跟智慧两个相比 那就差得太远了 越是上古时候的人 越近 夫子出于动乱的时代 定的功夫 远远不如前人了 周朝末年衰了 这就变成春秋战孤了 我们能想象得到 那个时候人已经逐渐 心浮气躁了 但是肯定比现在好 为什么 当时这些柱子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学术 柱书成书流传到今天 现在人 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相比 这些柱子 那由此可知 那个时候虽然在动乱 心还是静的 还是定的 非常可贵 前人的东西 后人真的写不出来 年前多年来 历代 这些文人学者 留下来的柱书 不能跟今天相比 连先秦柱子 都干不上 我们怎么可以狂妄 怎么可以轻视古人 甚至批判古人 这大错 孟子说的好 学问之道 无他了 求其放心而已 什么叫放心 放心就是 今天是三乱性 如何把这个三乱性收起来 归到一 归到零 那就是禅定功夫 父子这一句话 在佛法里面讲 就是禅定 我们进宗 大师之法所说的 都摄六根 敬念相继 都摄六根 就是十五方性 把妄念收回来 佛家 在礼界上 常经的 霍章 霍章表什么呢 就是表 学心 都是六根的意思 平常指散乱 这心散乱 恭敬就是把散乱的心 收为一个 喝了为印 这恭敬 一心 标发了 三乱性 与世出世间法 都是障碍 为什么呢 他发圣汉脑 他有分别 他有止住 那就不能得定了 放下分别 执着 你心才定下来 定心 生智慧 分别心 不生智慧 执着心 不生智慧 齐心动念 不会生智慧 所以 我们从这些地方 能体会到 古生先行 他们的心情 所以他们看到的东西 看得透彻 了解又深度 说出来 严谨 一改 其微 无穷 所以自古以来 在中国 可以说是 学书 广播 精识自己 精识自己 传之 千年万事 而不休 那么父子 那个时代 唯恐 我们的文化 断绝 依然 下定决心 来拯救 拯救的方法 就是讲学 现在讲 办修学 私人办修 这在中国 夫子是第一个 开私人办修之端 我们称为私俗 俗就是学校 它办成功了 能把古代的文化 集成下来 传个后世 今天我们也碰到 同样的环境 中国传统文化 现在中国人 对它非常陌生 我们担心 由于科学发达 特别是印刷术 古时候这些点击 可以大量的去翻阴 点击不怕失穿 我早年在台湾的时候 常常担心 我们的四股全数 会不会断绝了 到商务印出款 翻阴四股 世界数据 翻阴回药 我们的心情 无比的兴奋 这些东西 不会失穿了 虽然印的数量不多 全数只印了三百头 灰药印了两百头 能够分藏在世界各地 纵然有大灾难 总会有几套存在 这是值得安慰的事情 经历 满清 往苦 已经一百年了 这两个数据告诉我 他们想印在版 我欢喜 我就想上午 定了一百头 全数 向世界数据 定了两百头 回药 希望放在全世界 各个地区 大小图书团 目的 是希望在大灾难当中 我们这两套书 不止于 销毁 总会留个几套 我们用的是这个心 可是我又想到 书要没有人去读 还是不能穿下去的 这个水怎么都花 这么大的布头 从哪里都起 所以我自己 买第一套 死库会药的时候 心里一直在想 我每一天要奖金 奖金必须要准备 要被扣 这样大的分量的书的时候 我哪里有时间去看 所以我就想到 如果能有人 有时间 翻翻这些书 把这些书籍里头 对于现前社会 能用得上的 这些文字 把它记录下来 编成一次 那这就方便太多了 那个时候 我弟弟还在复旦教授 我就拜托他 前学校的 这些退休的教授 教文师的 我们也送他一点礼金 送了几万块钱人民币 请他来替我做这个工作 其实 我这个想法 跟唐太宗编 全书之药 是同样一个念头 做了三年 这个 也交卷了 我看了也看了 不很理想 不能出版 所以就感觉到 这个事情 是不容易 这么多书籍 持学要有学问 要有见识 还要了解 当前这个世界状况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一部书里头 可能只有几句话 对我们现前社会 有好处 有利益的 所以一直 就没有继续在做 最近这几年 我想到了 唐太宗的 群书之药 但是这个书 我没看过 我看过其中一部分 就是世界数据出版的 诸子之药 这部书是群书之药 后面的二十卷 只要总共五十卷 后面诸子之药 这部分我看过 所以我知道有这部书 在讲经的时候 偶尔也提到 没想到有好心的听众 同学 他们分头替我去找 居然找到了年头 寄给我 我看到这个 欢喜无良 这祖宗之德了 怎么这个书还有 看看这个书呢 是八十年前 商务运输馆演的 原本是日本人的本子 我问商务运输馆的同仁 他们都不知道 不晓得有这种事情 那八十年以前的书呢 已经没有完全了 我就交给世界数据 请他印一碗头 这个书就不会失传了 我对司库这个想法的时候 跟他的想法完全一样 能把这些书 每一种书 精彩的地方揭露几句 特别是现在生活上 统统可以用得上的 生活 工作 待人节目 这书就有用处了 接着没有多久 有个同学送了我一套 过学之药 哎呀 真是我天天所想的 这部书他的功详 是从群书之药启发来的 名古初年的本子 我看他的学问 当时他有一批人 那都是现在讲的是 学者专家了 用了八年的时间 从精识自己里面 选择这些精华 编成这部书 这部书就是 四库的精华文 所以他的书的名字 叫过学之药 之药这两个字 是从群书之药 带来这个理念 但是群书之药的智 是智国 是正智 过学之药的智 是智学 是做学问的 我想了多年 没有办法 如愿 忽然看到这个 正是我理想的 无量的欢喜 那这部书已经很久了 有几本已经破损了 但是还好 字还完整 字没有伤害到 这真是幸运了 可能呢 这一本呢 可能是个古本 大概再也找不到 所以我也请世界书局 赢一碗头 帮助 有志于过学的 年轻人 你要想 读四库全书 这个就是四库全书的入门 四库入门的一把钥匙 现在这两本书都是印出来了 书店里面可以买得到 我得到这两本书是欢喜的 祖宗之德 中国传统的文化 肯定 有 有志之四 他们来继承 我们只把这些工具准备好 提供给大家 第一批 是我们早年 在安徽炉江 汤池办的这个传统文化中心 一批老四 有二十几位 我把这个书 每个人送他们一套 希望他们能将这部书 发心做诸解 诸音诸解 翻成百花文 因为这些书全都是原文 都是四库的原文 不翻成百花文 现在一般年轻的学词 他有困难 我们尽量帮助他 方便他 他们也非常热心 这是什么 这就是夫子当年的四业 夫子集合一批学生 把古生先贤的教会 写成文字 编辑成书 流传给后世 我们现在点击这么多 这样的完整 怎么样去读他 所以过学之药 跟群书之药 我都希望他们 诸音诸解 现成百花文 这是第一步工作 希望今年年底能完成 完成之后 我希望大家用心学习 详详细细讲一遍 我会抽时间来听 讲一遍之后 我们把它录像 录音 在网络 在卫星上播出 这么一来 就便利于全世界 怎么全世界 各个地方都有华侨 华侨没有不爱过的 华侨没有不留念传统的 那华侨子弟 利用卫星电视 利用这个网绩网络 都可以在家里自修 都可以学习 那么中国古代的作学问 先确的条件 是要用真诚意心 恭敬意心来学习 没有恭敬 真诚恭敬 学不到东西 英光大四长寿 这是个出家人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 你就能得十分利益 百分沉浸 你就能得百分利益 没有沉浸心 学不到东西 我早年在台中 跟黎炳南老居士 学经教 学佛经 他就交给我 他怎么叫呢 你想发现 红发立身 好死啊 但是红发立身 要智能够 要智慧 要智慧 要智识 智慧 智识 从哪里来呢 那你一定要读书啊 学福 那你要读大藏金 学中国传统 那你得去学读四股全书 你想想看 你能念得了吗 不许 我说不行 是出世间法都要通达 通达出世间法 切离 通达世间法 切迹 切迹切离 才能沉传 释迦牟尼佛的经教啊 这么多 你学不了 怎么办 古人有个方法 这个方法 用感应 叫感通 这通 学有困难 用感应 用什么去感 用晨 真晨 晨上面加个智 真晨到极处 你就能感通 佛法主张 一门深入 常识 寻修 道理就在此地 不是叫你多学 是叫你开悟 是叫你把心定下来 定下来 就能开智慧 智慧开了 你这个经就通了 当然就没有了 一步经通了之后 是步步都通了 为什么 圣人的学问 它不是从思考里流出来的 这一点你一定要懂得 不是它思想里想出来的 是什么 它悟出来的 大车大悟 明星见星 它是悟出来的 那么你定功也成就了 你也开悟了 你看它那个东西 就看自己的文章一样 一点困难都没有 释迦牟尼佛 一生讲那么多经典 传到中国来 中国这些祖师大带的诸书 都是开悟的 所以你要悟了之后 你看佛的经典 你看祖师大带的诸书 没有一样你看不懂 通了 再回过头来 看四十五经行不行 行 一丝毫障碍都没有 所以说叫一经通 一切经通 这一部经呢 你的通 通就是要 就是扯误 真正通达没有障碍 这才叫成就 所以通就是无 就是智慧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要清净心 心不清净不行 要清净心 要平等心 摄迪 摄迦牟尼佛 在大臣经里面 告诉我们 他说 他说一切众生 借由 如来智慧 得想 这是教学的宗旨 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都讲得这么清楚 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迷失了自信 所以学问之道 无他了 求其放行而已 就是开悟 佛法到中国来了 中国人接受了 中国的儒根道 都讲求开悟 都讲求解定会 应接得定 接受规矩 守规矩 老师怎么教 你就怎么学 时间久了 你心就清净 常念就没有了 尽到一定的程度 自然就开悟了 是这么个道理 我们不能不知道 所以中国传统 你看 列代 慎哲 现在不叫慎哲 现在叫专家学者 没有慎哲 两个字号 都是从 戒定会 就悟出来的 我们遵守这个原则 现在还行啊 我们同学当中 有个榜样 东北流速英居士 他用盛宁的时间 就一步无量手锦 一句阿弥陀佛 他告诉我 他学习的方法 他是得到我 过去 在台湾 尽美奖的一次 无量手锦的 光铁 那个时候 是用录音带 以后从录音带 转变成光铁 他得到这么一套东西 他每一天听一片 一片是一个小时 把这一片说 重复听十遍 每一天 听近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 其实就听一个小时 重复识别 这是常识寻修啊 这一步听完的时候 从头再听 十年就听这一步 他的心是定的 我们一般的想法 大概像这种修学的话 中等根心的人 三四年呢 他就得定 他清净心献起 没有咋念 不听佛 他就念阿弥陀佛 没有咋念的 得清净心之后 有个三四年 一定开悟 我们看到的每个人 最好的例子 是你 没人知道 我们也不认识 他成就了 我们在听说 有这么一个人 跟他联络 联络上了 才知道这么灰丝经 是我们的最好榜样 中国故事后 无论是学过去 学如 学道 学佛 全都是这个办法 那这个办法 也在三四经上讲的 三四经上讲 教制道 归专啊 老师教你 归专 你的学 也是归专 你只要专心 学一文 不能够同时 学很多文 学很多文 你就砸了 你就乱了 你的时间 跟精力 完全分散了 那么你所学到的东西 充其量 是常识 不是智慧 你不能得定 也就是 你心浮气躁 没有办法相复 这变成学术了 现在这个世界 我在国外看过很多大学 跟学生交流过 跟教授们交流过 通通是知识的层面 没有智慧 但是在古时候 中国跟印度的教学是重视智慧 不重视知识 有智慧 自然有智识 有智识 你不一定有智慧 这个是东西方 做学问的理念不一样 方法不一样 效果不一样 我们明白之后 你就想想 还是古人的方法好 孔老父子 幸而好苦 这一句话 是真理 是明言 这一句话 也能够流传万事 不会改变 你要想学中国古生献献的东西 你一定用这方法 你要想学佛法 你要想学道 中国的如是道 不用这个方法 你得不到 你所学的是标皮 常识 得不到它的精髓 谁得过学 我们如何去学习 古人家的知识 用什么方法 这些原理原则 我们一定知道 一定要遵守 没有老师 不要紧 孟子就没有老师 孟子 私塾孔子 孔子已经不在世了 他以孔子为老师 孔子的书在 依照书学就行了 在佛法里面 也有这个例子 偶一大师 私塾廉持 廉持一望生 廉持大师的著作在 读他的书 读成就了 所以 现前找不到好老师 找古人 古人就是老师 只要你欺而不识 用真诚心 一遍一遍去读 古人讲 读书千遍 其意自鉴 为什么自鉴呢 通了 感通了 一千遍 一千遍念下来 真诚心 感通了 不需要人讲自己 就通了 智慧开了 这个方法 西方人没有 西方人不懂 我们的好东西 要记住 西方人比不上 今天时间到了 我就说到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